女人不管哪个年龄段长斑,都是痛恨至极的,因为色斑不仅影响漂亮的面容,还对个人生活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。 可以说,色斑在女人的美容路上,是最大的半小时之一,在美容史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。 那么,在这么多曲斑方法中,到底哪些才是有效可取的呢? 我们先来了解下早半的原因,控制黑色素的形成,然后从根本去除色斑。 紫外线照射,日光中的紫外线照射,是脸部色斑形成的重要原因。 当皮肤接受过多日光照射时,表皮就会产生更多的黑素颗粒,加上有些人可能新陈代谢较慢,或是年纪较大,从而还会加速黑色素沉淀。 遗传因素,一般有一定遗传性的斑就是雀斑,它不一定是遗传自父母,有可能是隔体代遗传。 雀斑大多出现于皮肤较白的脸上,日晒会加重。 内分蜜失调,内分蜜失调也是女性产生脸部色斑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经济和认生机的体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,可以影响黑色素的产生。 另外,内分蜜不稳定时,通常引起情绪不稳定,也会渐渐引起脸部色斑形成。 不良的生活习惯,压力大,偏食,睡眠不足等不良生活习惯,也会令黑色素增加。 睡眠时间不稳定的人,皮肤的新陈代谢比较慢,导致黑色素无法及时有效的排除。 从而沉淀,了解完色斑形成的主要原因后,我们就从以下方面中手去出色斑吧。 一,防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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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,作为黑色素形成的重要来源,一定要切断,防止黑色素继续扩散或加深。 防晒霜擦起来,太阳散打起来,帽子戴起来,用尽办法防止此外线在脸上留下犯罪证据。 防晒霜并非指数越高越好,因为防晒指数高,对肌肤造成的负担也就越大。 所以应该根据环境选用恰当的防晒霜,室内选择指数20左右。 室外奔波的人可以选用指数30左右的。 如果在海边筛太阳浴,则要使用指数50的防晒霜。 二,调理,讲到调理,一定会想到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医,西药治表,中药治理,调理内分泌失调,以及生活习惯的恶习带来的肌肤问题。 单单使用区斑霜的化学物质用品,或者是一枚低机关手术,是治不了根的,一不小心还会对肌肤产生刺激作用。 调理讲究内服爱用,双向结合才能从内而外改变色斑的成瘾极限状。 孕液沾使用内服润盐茶,外敷面膜粉的独特方式,达到区斑成功不反复的目的。 润盐茶由茯苓、枸杞、红枣等臭味组成,作用于身体内部。 可以调节内分泌,促进肌肤的新陈代谢,有效排除沉淀的黑色素。 面膜粉由白竹、白脸、白脊等重要成分组成,作用于面部色白位置,具有须斑美白的功效。 配方流传百年,在太平盛惠方和预药月峰等古书中皆可查到,安全无添加,不刺激肌肤,而且购买也很方便,在淘宝上搜索预论斩就可以找到。 三、生活习惯,一、多喝水,促进身体新陈代谢,按每天一遍,坚持养耗良好习惯,排毒,必要时可吃香药调度一下。 三、切记熬夜,熬夜是美肌的最大天敌。 四、洗面的时分,要完全洗净,不要有残留的化妆品。 五、少玩电脑,手机不能够开机放床头,用辐射,对肌肤影响凶猛。 六、床套,极头筋咬定时清洗,不然会有许多满虫繁殖,睡觉的时分狠易感染。 七、注意野食,希腊油泥的食品少吃。 八、护肤品不要乱用,最好用一系列的产品,防止成分不同产生刺激作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